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查理斯老師教授 這個即興演奏創作的第三集 同學,我們首先重複第二集的內容 第二集的內容 教授我們如何把我們三個和言C,F,G 的 chord 用solid和broken 在兩隻手一起彈 我們馬上重溫一次 第二集的內容就是 我們左手彈一個solid chord 然後就配兩個round broken 我們聽一下 轉F chord G chord 這就是第二集的主要內容 到第三集 我們會再把練習更豐富 我們現在講第一個小練習 這個小練習 就會將剛才第二集 我們重溫做過的東西 調回頭 即是怎樣呢? 即是 今次就是 右手彈這個solid 左手彈這個broken 這個其實是少見一點 不過因為我們兩隻手 想做一些寂慶演奏創作 其實我們需要兩隻手 是比較的 即是右手能夠做到左手的東西 左手也能夠做到右手的東西 我們將來可以做到的變化 就會更加多了 我相信應該 如果這樣講的話 很多同學都可能會跟到的 讓我先試一下 轉去F chord 然後轉去G chord 好 只是將剛剛我們第二課的 左手彈solid 右手彈broken 將它調轉 好了 今天第三集 就想加多一點東西 就是 將第二集和第三集的東西 先加在一起 還有 我們在每一個轉和弦的地方 同學可能要花一點時間點 就是將它們轉位的時候 儘量將你彈下去的速度 要連接一點點 即是說要連接一點點 還有 剛才我們將Solid和Broken 右手和左手做的東西 相反 將它完整 連接一個較長的練習 講了那麼久 即是怎樣 我整個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首先是第二集的內容 暫 there 結攝下海滑 接著再過來第三集 刚才这个比较长的练习 就是把第二集和第三集的内容 加上了合体的练习 最后两只手都一起弹一个C chord 就好像表示一个完整的完结 同学想你们进入第四集之前 先做好这些最简单的 我们这三集学过的一个基本直行演奏 一些很基础很基础的知识 以及一些小练习 如何透过这些练习 掌握到Solid Broken 以及三个C chord F chord G chord 的基本运用 同学回去好好地练习 第四集 会有更多新的直行演奏 創作的资讯 以及知识 教大家 如果喜欢齐里斯老师的课堂 可以请你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你的同学 好了 我们在第四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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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